一文代理体会什么是鸡圈解析风 简述不是李宇春 刘雨昕那种中性风 也不是万倩 刘涛那种职业风 而是下面 随着娱乐圈新人的不断涌入 以前的明星分类 好像已经不能满足粉丝的需求 最近又有一种风格火了 它就是鸡圈解析风 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起来 很多人理解为是女明星有一种更帅的感觉 用大家常说的词就是很脏 所以这类女星能够男女同吃 不过 鸡圈解析风并不仅仅像李宇春 刘雨昕这种 而是那种看着是女性装束 可从气质中有种帅气的感觉 这么说可能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刘涛 万倩 但事实上也不是这类 他们的这种感觉 说实话是从他们曾经的剧中角色来的 而在生活和综艺中的感觉 多少又有些人设感 真正让网友一直觉得 有鸡圈解析风的是下面这几位 刘新忧 高胡的照片 反倒让她的样子增添了一种朦胧美 脸部线条清晰流畅 柳眉性眼穷鼻 上半张脸是清冷阳气大美女的配置 最觉得是微微上翘天生带笑的唇 带点雀 带点凹 还带点甜 刘新忧在普通美女的基础上 多了一份别样的帅气 相信她的脸型 在那些换脸变男人的软件中 也是超级帅的一种 但看图片却丝毫没有影响男人对她的喜欢 这就是鸡圈解析风 这种颜值对于男人自然是毫无争议 同样对于妹子来说也是致命诱惑 真的是男女通失的感觉 女人帅起来就没男生什么事 天海又西也是鸡圈解析风的代表之一 她可以算是集女王气 少年气 贵族气 御解气等等于一身的女王 这样的颜值除了羡慕剩下的就是发在内心的喜欢 另一位其实是很多人都认识的于飞鸿 她是很多男人心中的不老女神 可同样有很多女人喜欢她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给人一种温柔痴心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的颜值 其实也是鸡圈解析风 只要你盯着于飞鸿的照片洗看 就能感觉到她的脸虽然女性化 可是总有一种男人的帅气 妩媚中带着干净 漂亮中带着性感 另外再看看她这些年的采访 真的能感受到她才是独立女性的代表 优雅 自信 大方 想必被她放在心上的人肯定很幸福 同样还被大家认定是鸡圈解析风的女性 是SHE中的一笔田富珍 想必你曾经追这个组合的时候 就有感觉到田富珍的与众不同 虽然当时经纪公司给她的人设是甜美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却是最独立坚强的一位 在田富珍身上 你会被她占有性的眼神和极致的女人为吸引 折服于辽媚十足的挑眉 沦陷于极简冷淡的克制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让SHE各自独立发展后的田富珍 成为了最出众的一位 不仅获得了男人的喜欢 也是很多女粉丝的偶像 看过这四位鸡圈解析风的代表 你应该也能感觉到这类女性的独特之处 她们并非靠衣着 妆容给人中性感 而是在颜值 气质上就有一种萨气 说实话 这种鸡圈解析风是学不来的 就像田富珍一样 当你拥有的时候 她的光芒也无法隐藏 喜欢请点赞支持 喜欢分享娱乐冷知识 欢迎关注